记者朋友们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澳门 和澳门的同胞 相聚相见 尤其是一下飞机啊 见到澳门的孩子们 灿烂的笑容 展现着澳门未来的希望 让我很高兴 也借这个机会 请媒体的朋友们 转达中央政府 对广大澳门同胞的 诚挚问候 和中心的祝愿 我记得 大概是六年多年以前 也就是 澳门回归祖国 十周年之际 我曾代表中央政府 到珠海 到珠海 出席了 港珠澳大桥的 开工仪式 专程到莲花桥 来远眺 澳门 这个美举 这个美举 而特殊的地方 今天啊 我亲身 踏上 祖国的这块 莲花宝土 更是 一国两制 成功 实践的 热土 我很希望 尽可能的 在澳门 多看一看 多走一走 多听一听 感受 澳门的 发展变化 风土人情 澳门同胞的 日常生活 我此次来澳门 还有一个 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出席 中国和 普与国家 合作论坛 并且通 澳门的 各界人士啊 接住 座谈 就是想 向国际社会 和澳门 各界同胞 表明 中央政府 将继续 支持 澳门 一个中心 一个平台 的地位 发挥好 它的功能 并宣布 支持 的相关 政策措施 以 促进 澳门经济 加快 十度多元发展 以 维护 澳门 长期 繁荣稳定 祝福澳门 祝福澳门 同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